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入围的五位男主角表演得非常精彩 像是郑仁硕 我不知道他坐在哪里 郑仁硕还有邱哲把江湖兄弟的爱情演得丝丝入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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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没有责任感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戏里面叫他们去演小混混 他们去谈恋爱 那我不一样啊 我在男人王里面为了养家 我扮女人去赚钱养家 所以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 所以不好意思两位你们没有机会了今晚 还有还有张震 他为电影牺牲 他为了要演好这个患觉症末期的这个检察官 减重12公斤 还有吴振宇大哥 为了要扮游民 弄脏弄丑 对 我有看那部戏 就是剪了12公斤 但是我在拍《男人王》的时候 我也踩了12寸的高跟鞋 也跌了12次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没什么 他只是假装生病就OK了 然后那个吴振宇 吴振宇我要小心了 因为他是MM2的电影公司 所以我要小心讲话 那这部电影我也看了 我觉得是制作费不够 所以没有叫人来帮他化妆 所以他就随便就出场 对 所以不好意思 两位也应该没有机会得奖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还好今年你没有入围 不不不不 如果你入围的话 还有一个你要讲 不然等一下你会很难看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有看到吗 这个我觉得你会输 那输在什么地方 柯震东 比你年轻比你帅 有用吗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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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说 有用嘛 就慢慢用 用久就很好用 可是去年这个最佳男主角好像是我搬的 对啊 我没有搬给你 让我们来看看入围的男主角 有 最佳男主角 郑仁硕 角头 浪流连 为了好好工作 我想要管您的家 在做轮椅什么时候要包掉布 张震 你一个不甘心属 气魂 我杀死了 你真的不用这样装我 我的一点都不 我想说 邱泽 雷泽 好吃 很好 我只想知道 我虽然说 否确实 我太难了 你早要看我看我 柯震东 金钱男孩 Money Boris 出门世界 是没有人看得起 你永远都是个不孝子 好 来 交给你 因为我怕我念自己的名字 第五十八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李国航来公布 谢谢 终于了了我的心结 好 哎呦 第五十八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得奖的是张震 季活 从第二十八届的狐领街少年杀人事件开始 这是张震第四次入围 第一座金马奖 张震为本片暴瘦十二公斤 不仅在外形上做了改变 更是在说话 眼神和行为姿势上 配合角色做了细节的调整 完美展现了他内敛的表演魅力 谢谢金马奖 完全没有准备 谢谢气魂的导演 陈伟豪 非常棒的导演 很荣幸跟伟豪一起工作 然后谢谢白伦 谢谢唐大哥 我们的监制 谢谢所有气魂的剧组工作人员 大家都很辛苦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家庭 每个人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谢谢我的经纪公司这么多年来 一直给我很多的空间 其实我平常没有在工作的时候不会跟他们联络 但是我还是非常谢谢他们 谢谢王家卫导演 谢谢Jackie 谢谢Agnes 谢谢Ivy 然后谢谢巧静 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公司同事 你们的付出 我都默默地收在心底 非常感谢你们 还要谢谁 谢谢我的家人 我家人对我的支持 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爷爷奶奶 我的老爷都不在了 然后他们很可惜 没有看到我拿奖 但是我奶奶 我的姥姥最近 不太记得我是谁 我希望她今天可以看到我 拿这个奖 谢谢我的父母 谢谢我的哥哥 谢谢我的太太 我的小孩 他们都一直默默地支持我 谢谢的人很多 我驻航时间算比较长了 然后我也做过非常久的 没有拿奖的那个宝座 三十年 那个是蛮长的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让我在表演上面 不断地有进步 不断地有空间 虽然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演员 但是我是一个 算是还算有创意的演员 一直在追求一些 没有做过的角色 一直想要突破自己 或者是说 在角色中寻找自己 很多人都说 我演气魂 然后减重十二公斤 付出很多 对我来讲 其实一点都不多 因为那个就是演员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座有很多优秀的 电影工作人员 我非常尊敬你们 因为我知道 电影这个工作 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 但是在这个工作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 很多的快乐 获得很多的成就感 谢谢曾经跟我 一起工作的人 帮助过我 指导过我 然后在最后 我想要谢谢 杨乐昌导演 虽然他已经不在了 他是我拍第一部电影的导演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 拍孤领街少年杀人事件 杨导对我来讲 就是我的一个role model 一个我的榜样 我还算慢不会讲话的 这一点可能跟杨导很像 但我可以做的是 我会继续做好我演员的工作 演出不同的角色 把不同的角色人生 带给观众朋友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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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